兄弟们,现在你们知道新能源汽车门槛有多低了吧? 卖手机的造车我忍了,卖空调的造车我也忍了,卖电视的造车我还忍了,现在卖口香糖的居然都要造车了。 近日,炫卖官方账号频繁爱的各大新能源车企,而且连续发布三条视频,并且号称疫苗加速,超长续航等特点。 这么一说估计也是新能源汽车,那我在想他造车的口号怎么写呢?难道是炫卖根本听不下来? 在没有新能源之前燃油车的时候,咋没见这些企业来造燃油车呢? 这就是为啥现在新能源车事故频出,质量有瑕疵,安全性得不到解决的原因。 所以只要油车还在,我是肯定不会考虑电车的。 对于我的底线,那就是13箱造车了。 听说了吗?我们说的话必须限流控品404。 为什么?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小孩没人喜欢。 他们喜欢谁?那两个支部的裁缝。 难怪有人说车评人,那改名花车人。 我们也改一改吧,是首好听的。 改不了,别硬扛。 诗人就得说人话。 你去评论去问问,有人听吗? 不是,现在造车的门槛真的这么低吗? 卖彩丁的创媒造车我忍了,卖空调的格力造车我也忍了。 现在居然连卖口香调的炫卖一次也要造车了, 接下来可能就轮到老干妈了吧。 近日,卖卖官宣新品计划,标题直接带上了汽车话题。 新品主打流线型设计,超长续航和一秒加速, 而且公开喊话自己阿北塔,小米,甚至是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估计作梦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自己能和一个卖口香糖的成为同行。 不过抖音搜索卖卖汽车发现, 卖卖22号的新品发布会已经过去, 但是并没有看到卖卖汽车的影子。 老公,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卖手机的, 甚至连卖口香糖的都在跨界造车, 为啥呀? 因为新能源汽车迎来了联发科时刻, 就跟当年的手机一样。 啥意思呀? 你像最早以前, 也不是说随随随都能造手机的, 这是个技术火, 所以也就几个国外玩家给他弄, 价格也贼高嘛。 但直到2004年联发科, 就联发科是一个搞芯片的公司, 就推出一站式解决方案, 就把手机各类芯片系统集成在一起, 就打包卖给手机厂商, 然后手机厂商只需要买个屏幕, 设计个外壳啥的, 那一部手机就做好了, 这有相当于联发科盖了个毛皮房, 做手机的只需要装修好就可以卖了, 让很多人有了进入手机市场, 造手机的机会嘛, 所以业界把这种节点, 你称为联发科时刻, 你会发现从2004年到2009年, 砸国内出现了各种砸牌机嘛, 你按键的滑盖的, 咱都用过, 但就想不起来名字了, 直到2010年, 联发科又结合安卓, 就推出智能手机解决方案, 这下才正儿八经, 你手机摆团大战嘛, 什么40岁中年人重新出山, 为发烧而生, 拼供应链, 拼设计, 就竞争到最后, 剩下咱现在知道的这么几家嘛, 但这几家享受了几年好日子之后, 发现你怎么增长越来越缓, 就像数据显示的, 全球智能手机销量, 隔16年达到巅峰, 之后成逐年下滑趋势, 你更慌的, 新品也翻不出什么花来了, 你咋办呢, 一个新名词, 物联网来了, 万物互联, 所以你会发现, 隔16年前后, 有些搞手机的, 开始弄手表, 电视, 冰箱, 就这些智能家电, 就感觉还挺好, 就不但有了新的增长点, 有些还逐渐有了自己的生态, 就有些人会不自觉的把家里的东西, 就弄成跟手机同一个品牌, 这样手机统一操控起来更方便嘛, 就让家这个场景, 有那么点物联网的意思了, 但慢慢发现, 你还有个不可缺少的场景没有突破, 汽车, 人格外面的第二个家, 很多产品都在研究汽车场景的, 就比如说你做口香糖的炫脉, 开车不是容易犯困吗, 喝咖啡啊, 功能性饮料啥的, 你提升慢, 还容易上厕所, 炫脉就专门攻克这个, 加入真实咖啡粉, 一嚼就精神, 而且单看着包装就很适配汽车, 要磨砂金属罐, 放在车里, 刚好落进杯槽, 盖子还能装点小东西呀, 烟灰啥的, 就感觉给汽车一足量身定制的, 除了炫脉, 很多其他品牌也都在争相入绝的, 所以手机就更不用说了, 智能汽车跟手机深度互联, 这要被谁抢先拿下, 就像雷总说的, 不干就会落伍, 关键给他们看来, 这是进场的好时机, 因为新能源汽车, 好像也迎来了联发科时刻, 因为以前燃油车技术美侃贼高嘛, 每个零件背后, 都是独立的一套芯片跟软件, 怎么把发动机变速箱, 包括成千上万个零件整合调配好, 每个几十年技术沉淀, 你很难的, 但现在你新能源汽车更像是电子产品, 你电池电机电控, 零部件数量大大减少不说, 你核心东西咱都有现成供应链, 你车企直接打包采购, 这你手机厂商可太懂了, 打包采购卡卡组装, 然后给你拼供应链管理经验, 设计智能驾驶, 别的不说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技术, 很多都和手机技术相通的, 所以咱才看到跨界造车里, 搞手机的也特积极, 你看脚两颗, 口气都清新了, 你最近又是嚼血脉清新口气的, 说话一股咖啡味, 又是健身, 还喷香水的,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哪有, 没有, 不是, 我刚打这个, 哪一家是对员工最好的车企, 你是不是觉得应该是特斯拉, 如果你认为是特斯拉的话, 那我只能说你没见过什么世面, 现在的特斯拉的待遇, 也就是六七年前分田的待遇, 我的视频呢, 也有很多分田厂家的朋友们来看, 可以核实我说的是否正确, 还有更厉害的, 你们知道09年, 10年的时候, 大众给员工的奖金大概发多少, 大众的年底奖金, 在那个时候发53个月的工资, 甚至到60个月的工资, 这些你都是可以在网上查到的, 并不是我下编, 但是说是基数小了点, 三四千块钱的工资, 但是五六十个月的工资, 加在一起作为奖金, 而且是在09年, 10年的时候, 你们知道是什么概念, 所以当我看到你们对着特斯拉的平平无奇的待遇, 反而觉得流口水的时候, 我只觉得你们没见过世面的那种样子, 真的很可爱, 不得不说在舍得给员工发钱这方面, 大众绝对是手去一指的, 所以当你们在对特斯拉的待遇感到惊叹的时候, 我只觉得你们, 你说这些坏人非让我说上三七五这个事, 让我说啊, 就一句话, 法无禁止皆可为, 人家既不违法, 人家也不违规, 这个无非子就是考验一个车企的良解, 你们说一辆颠覆性的硬派远车载重量, 居然不如一辆飞度, 那他们不成了中国新能源车的一个笑话了吗, 咱们先说一下降低载重标准, 对车企它有什么好处, 简单的说啊, 就是底盘悬架车身结构, 包括刹车系统这些都可以降低标准,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降低制导成本, 因为碰胀测试是要按你的最大载重标准去增加配重的, 包括国标对于刹车系统的测试也分为空载和满载, JB12676制动性能国标, 冷态制动, 重复制动, 还有连续制动都要求是满载试验, JBT13594防BOSS国标也要求是满载试验, 你375公斤能通过测试能符合国标, 当你加到500公斤的时候, 你这套系统又未必冷过呀, 所以呢降低载重标准摆明了就是为了偷工减料, 降低车辆的安全标准, 最可气的啊, 就这给还有人跳出来洗力, 人家说了标低载重标准是为了测试数据的好看, 说这话的人, 你他们的良心不疼啊, 你可以去看看动车地的测试, 某个情100到0的制动测试, 满载比空载多出了4米, 折损率是10.41%, 这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高速的急刹车别说4米了, 0.4米都能决定生死, 而同期接受测试被大家都看不起了, ES200的成绩是多少, 折损率只有3.38%, 学习丰田, 成为丰田, 超越丰田, 这个啊, 对某车企来说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但是你他们好像学错了地方, 这个萨斯ES4号车, 大家网上爱骂爱得最狠, 让人骂蹦起来的车型就是这个萨斯ES, 为什么? 人家骂的都是ES200呀, 包括我都不建议你们去买ES200, ES300甚至已经停产了的ES260, 都是全球车型, 你非得盖一个20CVT这套动力整成的ES200, 这不纯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你们直不到丰田亚洲石, 这台车现在裸车8、9万块钱, 动力总成跟ES200几乎可以说是一蒙一样, 头一批的亚洲石还是用的是进口的20自吸发动机, 现在可能是天津产的, 但是现在ES即使给你按机的情况下又会十万起步, 它的落地价格也得20出头吧, 但是20出头你干个ES200, 宝贝, 为什么不考虑奔驰C260呢? 为什么不考虑捷报XFR呢? 为什么不考虑味我S90呢? 这些个车型, 包括奥迪S, 包括宝马三系, 都是20多能落地的, 而且奥迪S现在裸车都给你干到一开头了, 在董事件下家拍摄网上你随便看, 这些个曾经如日中天摇头晃脑的豪华品牌, 一个比一个优惠炸裂, 你得感谢谁? 新能源车呀, 无论比亚迪还是特斯拉, 理想还是问界, 包括极客还是领客, 这些个绿牌车真得感谢他们, 也得感谢这两年买绿牌车的车主, 要不然燃油车价格不可能像今年2024年这样, 这么低迷, 买完车的别看江家拍摄网, 我怕你气了两年不来事, 如果你想干ES200的, 我建议等等今年刚上市的新款丰田皇冠, 但是怎么时候出贺三四万以上的全可优惠, 你再研究风天环冠, 每天大门了解新车二车行情, 祝你们坐享机场越来越好, 满满当当, 不劳而获, 作为车天颜值博主, 必须靠谱, 在180亿之后, 这个哪吒汽车呢, 真的可能有变, 这个车起量之前啊, 他们这个节奏都是很像的, 先是员工在网上讨行, 刚刚中层领导降起, 紧接着哪吒汽车又裁了70%的员工, CEO已经一个月没有发任何的消息, 原本哪吒就想着在车市里面, 然后他闹一闹海, 没想到海, 海没有闹成, 自己呢, 快淹死了, 这哪吒汽车也辉煌过, 2022年, 就是两年前, 哪吒汽车已年轻了15万辆, 当顶中国造船新市里第一的保存, 仅仅两年的时间, 哪吒汽车就已经奄奄一息, 不此可见, 哪吒汽车市场的竞争是非常的残酷, 虽然说这种优胜劣态是市场行为, 但是苦了这40万支持哪吒的车, 因为如果这个哪吒汽车一旦倒闭, 这40万辆的哪吒车很有可能买不了商业线, 这些车机系统后续也没有那么多的网络和OTA的支持, 也没有售后服务之后, 如果电池损坏, 这个维修费用会是个天文数据, 接下来我说的买车换车的逻辑, 大家一定要记着转发和点赞, 手里有油车的, 再坚持几年, 等新能源成熟一点, 咱们再买, 非要换车换新能源记着, 真的没想到, 上月18号发了一条关于375公斤载重量的视频, 会引起这么多朋友的关注, 评论区有很多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 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两个, 那么第一个, 某些车企, 大部分车型甚至离谱到所谓中大型SUV车型, 也是最低标准的375公斤载重量, 给车组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第二个, 某些车企为什么要按到最低标准去生产和设计, 我们客观理性, 不脆不黑, 第一个, 载重量小了以后最直接的坏数就是不安全, 刹车距离变长, 车身的刚性不够, 底盘的稳定性差, 第二个, 如果节假日人多行力多, 满载质量超过375公斤, 刹车的距离就会变长, 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三个, 我们都说日系车不安全, 两箱的小飞度, 载重量都是500公斤, 可是某些车企都不如皮薄的日系车, 这到底是谁的悲哀, 第四个, 相同车型国内外双标, 国内375公斤, 出口635公斤, 相差260公斤, 是国人的体重轻, 还是国人的命不值钱, 第五个, 载重量轻对车企来说,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那就是碰撞测试成绩会很优秀, 因为载重量大了以后, 它的测试配重也就越重, 这会影响到碰撞成绩, 第六个, 车企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 无底线的降低成本, 无底线的价格内卷, 国内外相同车型的区别对待, 最终受到伤害的, 它一定是我们消费者的利益, 我还声那句话, 375公斤最低载重量的车, 我们就不买, 375公斤合规, 但它缺德, 375公斤不仅是载重量, 还是造车良心的标准, 到底是国货之光, 还是国货之耻, 踩着法规的下限造车, 失去的不仅仅是消费者对你的信任, 而是失去的是全世界最中国制造的信任, 说兰德库鲁泽好开, 我的回答是你疯了吗, 兰德库鲁泽这个车怎么叫好开不好开, 因为我是新疆人, 新疆冬天有大量的冰雪道路, 就是在冬天零下二十多度, 地下的积雪没有完全清干净, 很多道路还被雪覆盖着的时候, 你开着兰德库鲁泽出门, 你心里面是有底的, 就是你知道你今天出门, 遇到任何路况你都可以顺利的通过, 你心里的底气是很足的, 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态很好, 所以你开兰德库鲁泽可能开起来感觉挺爽的, 那你说兰德库鲁泽纯粹从驾驶的角度来, 它有可能好开吗, 那么大一个车, 包括八道在内, 咱们不说动力, 就是二七的, 四点零的, 五点零的, 五点零的, 五点零的动力, 不说动力, 就是把动力排除之后, 任何动力, 再大的动力它有好开可言吗, 没有好开可言, 兰德库鲁泽如果要跟好开挂钩的话, 那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因为你的路况非常差, 而你看兰德库鲁泽出门是非常有信心的, 你这种信心给你带来一种愉悦的驾驶感受, 这种驾驶感受让你觉得这个车很好开, 这些电车千万不要买, 这些都是我真金白银的教训, 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我的电车库存, 看一下哪些电车哥布都卖不出去, 首当其中的就是这台Smart今年一号, 这个车居然在我们店里面库存了77天, 是我们有史以来库存最久的一个电车, 然后这个车非常讨小姐姐喜欢, 但是它为什么就是卖不出去, 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它这个是一个什么版本呢, 巴伯斯版本, 它不光是新车贵, 它二手的价格也要比普通版本贵一个两三万块钱, 现在我们要买16万多, 但是你说女生真的会为这个什么套件呢, 这个什么加速啊去买单吗, 我觉得很少, 所以说这个车型的话, 大家更多的想去买那个普通版本, 13万多的, 为什么要去加价去买一个巴伯斯版本呢, 再一个就是很多粉丝会问, 这个品牌还有一个Smart今年三号能不能买, 其实我也是不建议买的, 因为可能比这个销量还差, 第二台就是这个生兰S103, 这台车库存了49天, 其实非常让我意外啊, 因为这个车我当时信心满满, 是从西林高价把它抢回来的, 生兰S103这款车型, 年轻人非常喜欢啊, 而且它价位不高, 只在十万块钱左右, 然后生兰这个车呢, 它又是一个真诚版, 综合续航的话有1200, 我个人觉得就是卖点什么年轻化都还OK, 但是它为什么就是卖不掉呢, 也不是价格原因啊,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网上的价格, 现在最便宜的22年呢, 还是要卖九万三四, 我们现在是23年的这一款, 所以后来我分析的话, 可能就是败在了它的一个颜色, 如果这个车如果是个灰色白色, 可能早就卖了, 结果它是一个青色, 这个车有没有想要的, 在九万的基础上, 后面价格你自己出, 比亚迪的原Pro库存了43天, 但说实话啊, 这个车库存我不是很意外,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价位的话, 我加一点点就可以买到海豚了, 海豚现在上新款了, 二手航行也跌了, 所以说它在空间啊, 它智能化方面啊, 都没什么优势了, 特斯拉的Model Y, 这个以前我们是, 回来一台就卖一台的车型, 不会超过三天, 居然它库存了45天的时间, 当时因为是特斯拉航行上涨啊, 我们顶着天价拿回来的, 一台22年的22款, 2万多公里, 我们居然是18万的时候买的, 结果这一台买了之后, 后来店里面又回了四五台特斯拉, 这台就库存下来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台23年的, 但是也是一个22年的老款, 虽然它公里数少啊, 但是它的总价就比较偏高了, 要卖到19万多的这个价格, 而且特斯拉Model Y的换新版, 真的是不定时会上, 所以说我们现在心里面也蛮慌, 想要歪的朋友啊, 直接来出价, 把他们两个带走, 比亚迪的海豚, 这台车的话, 虽然库存时间只有14天啊, 但是我并不看好它,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国补真的是太便宜了, 像是一个新款的25款的, 下来的话, 可能也就是在9万多块钱, 但是我们现在24年的这一台车, 1万公里, 航行还要卖到8万多块钱, 再一个就是现在的市面上面, 海豚的库存不少啊, 基本上市场上面的话, 有个10来台, 大家选择的余地也很多, 所以说现在想买海豚的朋友, 可以去新车二手, 进行一个对比, 50红光的Game Boy, 这一台车的话, 库存了55天, 为什么这么难卖, 虽然它的这个外观套件, 让它有一些个性化啊, 但是它还是一个200续航, 不带快充的产品, 现在消费者的话, 花3万多, 一定是想买到300续航, 带快充的产品, 所以说这就是它自销的原因, 再就是这一排极客啊, 当时我们是拿的一批自愿车, 拿了十几台, 结果现在还剩8台, 而且我们这一批自愿车还没卖完, 新的一批自愿车又下下来了, 所以说极客不光是什么新车换代, 二手的自愿车也像这样搞, 不光是被刺什么新老车主, 车厂也被它被刺的不见了,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设计是非常好卖的, 且我们库存里面没有的, 希望也可以给你一点参考啊, 比如说我们的比亚迪的琴, 比亚迪汉没有, 再就是我们大众的整个系列, 以及像理想的全系, 你买这些车型的新车的话, 也可以放心吧, 再就是有这些车型要卖的朋友们, 记得联系我们, 给你行情内的最高价。 其实我非常佩服印度人, 就是在国外印度人比中国人吃的台很多很多, 就是我知道大家都说印度人就是不爱卫生啊, 然后想要在那些沙滩拉屎, 还是占便宜那些, 就是我承认他们确实是渐渐的, 但是他们其实有时候是蛮有大智慧的, 然后他就主动跟我聊天, 就印度人很爱主动那边聊天, 他就跟我说他20年前才来的英国, 他这些一句英文都不会讲,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啥要来英国, 他说因为他之前看那个英国这边有赛马, 他很悬骑马, 他就来了, 我以为他家挺有实力的, 结果他跟我说他爸就给了他一张飞机票的钱, 他坐的飞机就直接在这儿分文没有, 然后他发现哦原来骑马是一富人的运动, 他没有钱做这个运动, 他就去一个超时上班, 上班的时候他不是不会讲英文吗, 他就一直就很厚脸皮的跟那些英国同事聊天, 聊了一两年之后英文就好了, 最最最最牛的是啥, 就是大家都说印度人不是占领这个世界吗, 就是这种欧美国家Nidal印度人, 他跟我说他在这20年里面带了64个他的亲戚来英国榨根, 64个就简直是细菌的这种繁殖啊, 而且你知道印度人为什么说他吃得开, 印度人是非常会抱团的, 跟中国人很不一样, 中国人如果说在海外遇到的话, 他往往会因为就是你们都是老乡, 就会骗取你的信任来骗你这个东西, 不要觉得我真的是在抹黑中国人, 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就是中国人在公司里面, 比如说要招其他一种应聘者, 还一旦看到就是其他应聘者可能是中国人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会给抢我饭碗,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莫名的排斥他, 或者是那种面试的时候使绊子,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但印度人他就是抱团, 然后脸皮厚, 面试的时候把自己吹的这种天花乱顿, 实际上自己这个实力还是一般版, 但就是在欧美, 就是你要这个厚脸皮的人先享受世界, 天津港真的要黄了, 平行进口车也真的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本来平行进口车的形式是国家为了遏制4S店, 一家独大垄断市场的行为, 可现在倒好, 4S店有的车型天津港卖的还不便宜, 4S店没有的车型天津港贵的就拿雷克萨斯武器人来说吧, 4S店有的时候平行进口车卖130多万, 现在4S店没有了, 你再看看, 说了你都不信, 高配的卖到260多万, 说一台车赚个100多万的利润, 还哭着喊着不承认, 以前顾鲁则卖560万, 现在都成百万豪车了, 可天津港卖车的还天天喊着赔钱, 现在汽车展景几乎看不见来买车的人, 来一个客户恨不得几十个销售上去围着而转, 何想而知, 天津港现在有多产, 你这怨谁呀, 还不是你天津港卖车的自己整的吗, 车卖的贵还不说, 还一堆套路, 人家谁还敢来港口里买车呀, 花两千块钱买了台这种大家说的老头了, 大家看一下是赚了还是亏了, 现在这个钥匙插进去, 打开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车子说一年多没开, 估计是电瓶不行报废了, 这个前面有两块, 后边有三块, 一共这种大电池100安的五块, 如果只是电瓶不行的话, 我是有办法把它救过来的, 我们看一下, 测量一下电瓶5伏的电压, 这个是0.8伏了, 确实这个电瓶是不行了, 现在充电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充不进去电, 这个车主也说了, 他充了一天一夜都没充进去电, 插上这个充电线, 车载充电机也没有反应, 且一边上打开钥匙也没有反应, 但是这个充电池灯是绿色的在这里闪, 这个电池应该是饿死了, 充不进去电, 车辆正在充电的状态下, 电瓶还是四十多的电, 我们拆开后边这三块电瓶, 我们测量一下, 后边也是四伏多的电, 这个电瓶都是四伏多, 有的三点几伏, 这个电瓶肯定饿死了, 看我们怎么把它救火, 这个是220伏的电, 进到这个充电机里边, 这边是充60伏, 五块电瓶的, 我们测下这五块电瓶的总电压式, 只有13伏, 这肯定充不进去电了, 我们准备一个两轮电动车的插头, 把它给连接到这个五块电瓶的这个这边, 上面接一个充电器的检测仪, 我们看一下11.8伏, 我们用一个两轮车的充电器, 把它给充电, 我们现在插上电源, 充电器插上去吓了我一跳, 原来是这个雨刷器响的, 雨刷器没关, 因为充电器插上的时候, 这个车现在已经通电了, 我们看一下, 把雨刷器关掉之后, 我们看一下, 仪表已经通电了, 这个是充电器, 正在给这个车辆供电,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 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器检测仪的参数, 电压72.7伏, 电流0.57安, 40多瓦的功率, 这时候电池就可以慢慢激活了, 充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的参数, 电压72.5伏, 电流1.48安, 100多瓦的功率, 充进去3.9安时的电, 现在我们测下电池的电压, 现在充电器正在充电, 电压可能会高一点, 这个9点多伏, 这个12点多伏, 我们再测下后边这三块电池, 后边三块是15点多伏, 这个是16点多, 还有一个17点多伏, 这个电压其实充电机在上面, 充电的时候电压, 电压不太准确, 我们让他在这里充一个晚上, 等明天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 充了一个晚上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数据, 电压变低了, 电流和功率变大了, 容量充了41安时, 这个电压变低, 其实也是正常的, 因为电瓶已经充进去电了, 慢慢这个电瓶已经恢复了, 我们测下充电器拔下来, 电压11.9, 这个是12.1, 后边是12伏, 三块都是12伏, 电压虽然不高, 但是这个电压处于正常电压范围内,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车子能不能开起来, 现在我们插上钥匙, 打开车子已经通电了, 我们看一下车子能不能开起来, 车子已经可以正常开了, 不过这个时候感觉这个电瓶的电压还是特别低, 车子没进, 一加速这个电立马就掉下来了, 现在我们用这个原车的充电器给它充电, 插上这个充电线,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充电机是否工作正常, 我们看一下充电机的已经开始工作了, 这个风扇已经开始运转, 车内呢也只是是红灯显示正在充电, 这个电池呢这里已经激活了, 这个电池呢反复充放几次电, 应该就容量就慢慢恢复了, 这个2000块钱买的这台这, 大家觉得值不值, 这个车主看到这个视频会不会后悔, 大家说, 谢谢大家